为什么说贾维斯是漫威里最具有人情味的人工智能 贾维斯是托尼自行研发的人工智能 其名字来源于父亲曾经的司机 在傲创诞生后 贾维斯也永远被埋葬在虚拟网络上 如果他还在的话 复联4里的钢铁侠也许就不会牺牲 因为他会直接将托尼弹出战甲 然后迅速将无线手套穿戴在浩克另一只手上 反正都已经废了一条胳膊 另一只闲着也是闲着 毕竟以他的自我修复能力 要不了多久就能完好无处 除此之外贾维斯还是托尼最贴心的助手 在刚开始研制战甲时 他会贴切地提醒托尼小心谨慎 而当马克三已经彻底完工时 他也会细心地选上托尼最喜欢的红金配色 如此知己当真是之少有 而最令人感动的 莫过于托尼在被大光头夺走能源奄奄一息时 正当托尼绝望之际 唯有贾维斯将备用能源及时递上 可以说没有贾维斯就没有日后的托尼 相比于之后冷冰冰的人工智障星期五 贾维斯与托尼更像是家人一般 在托尼身陷把中毒危机时 他总能细心地提醒托尼按时服用叶绿素 而在托尼抱着必死的决心身扛核弹飞往太空时 也只有贾维斯看穿了他的脆弱 及时提醒他与小辣椒通话 毕竟这一别就可能是永远 这也是为什么在钢铁侠三中 看到贾维斯下线后 托尼会显得那么手术无措 或许对于钢铁侠来说 贾维斯早已是他心中除了小辣椒之外最重要的人了